几千年来,人们都习惯将中国这块地方称之为九州,那么你知道古九州分别指代哪里吗?到了现在,又还剩下几个州呢?这里是单看世界,带你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。 据传,夏朝初年,大宇将天下分为九州,并用天下九州所供的青铜铸成九鼎,将九州的名山大川,其的之物刻于九鼎上,放于夏朝都城,一是天下昌盛,九州一统,从那以后,九州变成了的古代中国的代称。 根据与共的记载,大宇所指的九州依次是,戒、眼、青、徐、阳、京、玉、梁和雍,尔雅,中没有青州和梁州,但有幽州和盈州,州里中没有徐州和梁州,但有幽州和冰州,从地理位置上来看,古九州基本是以黄河作为参照,根据正东、正南、东南、东北、河东、河内等方位将天下划分为九大区域,即九州,商汤灭了夏节后,商朝将九鼎千网博, 不,一,盘更十七千一道阴后,据记载,商朝对顶制定了严格的规定,是用一顶或者三顶,大夫用五顶,诸侯七顶,只有天子才能用九顶,祭祀天地先祖实行九顶大礼,周五王灭伤后,曾将九顶公开展示,周成王继位后,九顶迁到了洛邑,并将其放于太庙之中,自东周时起,周王室衰微,各地诸侯争相称霸,周定王时,楚庄王来到洛邑,向周大夫王孙满, 询问九顶的轻重大小,一是夺取天下的野心,这便是问鼎中原,后来,楚陵王也一度想问鼎,但因国内发生叛乱,最终未成霸业,还有秦桧王,楚景湘王,七王等,都人都想夺下九顶,以号令天下诸侯。 秦武王在太庙中举龙文赤顶时,被这尊雍州之顶砸断禁骨,最后失血而死,总而言之,在下,商,周三朝,九顶都是代表国家政权的传国宝器,谁拥有九顶,就相当于拥有了天下,下后是失之,因人受之,因人失之,周人受之,下后,因,周之相受也。 墨子,庚祝,秦灭周的第二年,秦朝湘王认为将九顶放于周王室,已没有价值,于是将其迁到咸阳,等到嬴政横扫六国,一统天下之时,九顶却不知所踪,有记载称,九顶是在四水一带沉没的,秦始皇曾命人潜水搜寻,但并未找到,也有人认为,下朝九顶不是九个,而是一个,名为九州顶,此后历朝历代的帝王,都十分看重九顶代表的王权, 所以后世曾多次铸造九顶,唐代的武则天,宋代的宋徽宗等帝王,都住过九顶,虽然最早的九顶,已经成为了传说,但九州这个词,却久经不衰,千百年来都指代中国这块地方,那么,古九州到底是指哪些地方呢? 冀州,位列九州之首,是面积最大的一个州,为天下的中州。 天子长居之地,大宇治水的起点,它的范围包括了现在的京津济,河北北部,辽宁以及内蒙部分地区,到后来,冀州又划分出了幽州,冰州,地域面积大大减少。 沿州,大致在今天的河南东部,山东西部,以及河北南部一带,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,素有其辱咽喉之称。 青州,大致是北起渤海,南至泰山的一块区域,涵盖了河北、山东半岛,在金山东东部一带,从东晋时起,历经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,青州一直都是州、府、郡等的治所。 徐州,大致位于淮海地区,包括了江苏北部、山东南部、扬州,大致位于淮水以南,是古九州中沿海面积最广的州,目前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,还有海南六省的一些土地,在很早之前都是扬州的范围。 京州,大致是在京山和恒山之间,现在的湖南和湖北一带,同样是一个军事重地,梁州,大致起于华山,直至黑水,包括了金陕西南部、四川以及云贵一些地方。 到后来,梁州变为了益州,雍州,位于九州的最西边,大致是陕西、宁夏全境,以及甘肃、青海、新疆一些地方,豫州,因为地处九州的中心,所以又称中州,包括了仅河南大部分地区,因此,河南简称为豫, 当然了,随着国家疆域的变化,各朝对于九州的划分有了一定的差异,到西汉时,九州被划分为十三州,没有了梁州、雍州、雍州、郊州、益州、益州、梁州、梁州和朔方,西进时,全国共划分了十九个州,到了唐代,国家的行政划分变为了道,宋代为陆,明朝为省,从行政区划单位的变革就能看出。 在版图不断扩大的过程中,古九州的范围已经不够用了,所以逐渐被取而代之,开始由一个大范围变成了具体的城市,到了如今,九州中的扬州、京州和徐州都变成了地级市,青州、益州成了县级市,冀州成了市匣区,剩下的梁州,玉州和雍州这三个名字,则留在了历史中,沧海桑田,不外如是。 九州的演变,见证了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,虽然九州早已变了样,但他们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并不会随时间而淡化。 周南王登基时,周朝已经名存实亡,曾经辉煌的周朝早已衰败,而被吕布为灭亡的东周,实际上只是一个名为东周公国的小国,周南王的原名基岩,后世对他的称呼南王。 应该是因为他的颜面无光而感到羞愧,关于秦灭州是否大逆不倒,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思考,古代改朝换代往往追求正当合法,比如周灭商,项羽灭秦,周王残暴,二世无德,百姓对他们的愤怒积压已久,所以纷纷响应号召。 但是秦灭州是否得到了众人的响应呢?显然并非如此,灭州不如说是因为周天子自己的所作所为,当时的秦国由秦武王领导,从秦武王的称号就能看出他是一个崇尚武力的人,每个君主都有自己的特点,秦武王热衷于举重器解决问题,对于喜欢以武力解决问题的他来说,举起传国之宝周鼎更能显示他的个人实力。 然而,周滥王坚决拒绝了,意外的是,秦国的使者直接将他赶出王宫,对于任何天子来说,被一个诸侯国的宰相赶出王宫都是极为耻辱的事情,滥字大概也是因为这个故事而得明白。 被赶出王宫后,秦武王在一次举行龙门赤鼎比赛的时候意外去世,周滥王希望能够保全周朝并恢复王朝的统治,于是决定联合其他国家抗击秦国,尽管许多诸侯表示支持, 但在真正打仗时,他们都放了周滥王的鸽子,乱世之中,诸侯掌握着军队权力,个人的利益重于一切,这一点在后来袁绍领导的讨伐董卓的联军中得到了充分体现。 因此,周滥王的行动只能以失败告终,他不仅自己损失惨重,还拖累了百姓,欠下了大量的战争债务,追债的人都聚集在宫门外。 周滥王只能住起高台躲避,就在他为这些事情疲于奔命的时候,秦国又兴兵讨伐,周滥王只能派遣西周公到秦国道歉,将自己仅存的三十六亿和三万人口都献给秦昭湘王。 在这之后不久,周滥王郁郁而终,秦国不允许他的后任继位,周地由西周公和东周公共同管理,随着西周公的去世。 人们四处逃赞,周朝正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,接着,吕不韦还灭掉了东周公国,周朝彻底从历史上消失,从个人品行和道德角度来看,周天子并没有像其他末代君主那样草菅人命,所以说他对不起群众是可以理解的。 但是与周王,秦二世等人相比,这只是微不足道的,当然,这两位也是少数,许多末代皇帝,如汉县帝,崇祯等人,也都是想拯救自己的王朝,一旦登基,诸侯反臣就掌握了太多的权力,至少周滥王没有被诸侯协天子以令诸侯,然而,他比汉县帝更加悲惨,汉县帝至少被协天子以令诸侯,也就是说,至少有些人将他视为君主和正统皇帝,所以才会重视他的性命。 而周滥王却饱受冷眼相待,作为一个皇帝,这是极其没有尊严的,因此,从道德层面来看,他无疑是显而易见的大逆不道,然而,从侧面来看,百姓对周朝已经有着相当大的否定,甚至连底层人民也不愿意支持周朝,周天子的一些做法令人震惊,让人感到困惑,首先,他支持靖国分裂为韩兆卫三个独立国家,并承认了他们的诸侯地位,在此之前。 靖国采用的是六清制度,而韩兆卫三家清对其他三家清进行了残忍的打压,导致靖国几乎崩溃,周天子感到威胁,为了换取他们的忠诚,选择给予他们优待并承认他们的地位。 从那时起,春秋时期正是过渡到了战国时期,战国竞争激烈,在春秋时期之前,各国之间的战争有许多规矩,如宣战,不伤平民,不允许偷袭和追击等。 因此,在整个春秋时期,由于战争遵循这些规矩,死亡人数并不多,可以说,这是一种有限度的竞争,而非大规模的战争。 此外,当时非常注重仁慈道德和伦理道德,作为天子的周天子理应成为道德的楷模,然而他却承认了三家为诸侯的举动,违背了伦理道德的原则。 这种不合道义的行为为未来的战争和暴力奸诈埋下了祸根,如白起屠杀了四十万赵军和各种形式的叛卖,以及田氏背叛吕氏僵士,并进行暗杀行为,这些情况层出不穷。 第二件令人震惊的事情是田氏带齐,公元前481年,田成子谋害了齐检公,之后田氏代替江姓吕氏掌权,从一个寄人篱下的家族,变为霸占了齐国的政权。 这种背道而驰的行为,竟然没有引起人们的反对,而周天子更是承认了诸侯的地位,可谓令人难以置信。 此外,田氏还采取了许多极端行为,例如大力开展人口计划,挑选美女入宫,并对客人开放。 结果他有了七十多个儿子,但其中有一半并非亲生。 随后,他还将齐康公赶到一个小岛上,并迫使他挖洞作造以维持生计。 当田氏看到周天子承认了韩赵卫的地位后,也看到了希望,便开始索要自己的诸侯地位。 在给予诸侯大量好处之后,周天子也承认了他们的愚弄行为。 因此,周天子的这些行为令人震惊。 他自己违背了伦理道德,作为典范的他动摇了百姓的信仰,十里月伦理崩溃,这些事件也间接地导致了分封制度的崩溃,并成为了导致数以百万计民众死亡的一个凶手。 因此,秦灭州并不被视为背道而驰的行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